首先要相互尊重 不干涉彼此内政 这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对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 更是应当相互尊重 不能够只想着改变对方 压制对方 甚至打倒对方 这样的企图从来没有能够得逞 今后也不可能 只会无谓的制造矛盾 甚至冲突 中方一直尊重美国人民的自主选择 乐见美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我们从不干涉美国的内政 我们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 我们愿意美国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同样 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 中国的核心利益 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力 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 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 停止在香港 新疆 西藏 等中国 国内事务上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做到了真正的相互尊重 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才能行稳之远